宋友禮 何宇宙 主持人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捷運東煙案 利利東煙案那個 就是R04燃車的那個 車站的那個里長 那剛才我聽了公民記者 大概是在反對這個捷運案 這個捷運案 老實說中原案為什麼會來 我的猜測是因為 廣時的開發 可能是市政府最積極想要的 那當時發報的BOT案 因為現在已經不了了之了 那如果沒有這個捷運設施的話 廣時這一塊地可能是永久 會在那裡兩分次 那這個大眾運輸 現在協運是最省電 現在大家在賊能 對於公車 對於那個都不是很理想的大眾運輸 那今天捷運東煙就是為了百年大地 這個百年大地做好了 他投資一些錢 雖然是不太經濟 但是這個是一個永久性的設施 所以投資確實有那個價值 那剛才有人在反對 我認為這個還是 捷運機是政府 還是要大膽的去做 我們地方的繁榮都要靠這些 那百姓也是希望說 我們的住家附近 有這個捷運的設施 那對於大家交通的方便 帶來了很多的先例 好 謝謝 那我第一次的存情是 在一百年十二月二十五 那我的存情最主要的是 是因為那個台北市政府 在都更方面 大概是因為 就是推出來之後 沒有達到本理想的那個 政策沒有達到的目的 那所以 好市長就用地方法來做一個 一瓶換一瓶的鼓勵 那今天我們 台北市南側 這些住戶都是要參與 連開 結果 當時我們 德大北教訓是說 因為 持平的土地 只用得到十六平的那個建路 這在我們 市政府的 鼓勵都更的 措施跟這個 老百姓的那個 得到改建之後的理想 差大半大的地理 所以 我們還是要求說 這個 改建之後 連開之後 能得到一瓶換一瓶 這個是 好市長的戰意 我們希望委員也 朝著這方面的努力 達到我們這些住戶的目標 好 好 那 對不起 第二章的 選舉 因為 第二度委員會 因為 當時 開會的時候 我們 這個 委員大概是 也是反對這個 捷運東美 在我們那裡 特戰 那因為 我要求委員 現場會看 結果第三次現看就是 因為各樣產生的 那 產生鐵鼓 委員 在 大概 捷運局 受到很多的鼓勵之後 他 要求 捷運局 說 以最小的 建立來 完成這個 捷運涉戰的出口 的計畫 這樣 結果 結果 搞到目前第二次的 結果就是 七零八落 這個 有些用證說的 有些被拆除掉了 那 整個 從頭到尾 就是 七樓 再來就是 衝風景 再來就是 牌子的 再來就是 七樓 再來就是 改變 變成 村租不體啦 整個 都市景觀 我們說 如果 依現在的眼光來看 這種 現象 改變之後 真的很不像話 這也對 因為 台北市一個 都市建設 是一個 莫大的 五日 因為 我們在 都市計畫裡 如果要改變 就是要 因為台北市 最主要的 被人家嫌棄 就是因為 都市景觀 亂七八糟 那我們 我們有這個計畫之後 我們希望也是朝著 美好的 建設 去做 那我們 希望說 前面 就是我們 像第一次的計畫到前面 都能改變 能 在你 就是 連開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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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